歡迎收看 WT2姐妹會 最近呢 美國公開了一個 因為之前一直有謠傳啊 就是 證實好不好 這不是謠傳 這四十 兩天天 然後 為什麼 真男人 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來了 百分之三十八的美國人 會忘記自己內褲到底 你穿了多久 也過了幹嘛 太誇張了 如果兩個禮拜沒換的話 就是 好 生香菇吧 不會硬掉 不會硬掉 你多久換一次內褲 我一年換四次 絕對換一次 我每天換 是嗎 當然 但如果旅行的話呢 每天 每天吧 每天 如果常旅行的話 我會那個換紙內褲 每天換 那如果是四腳褲 你又不會 我不穿四腳褲的 我穿三腳褲的 你不會這一面穿 然後反過來就穿 美國人 看一下 看一下 我們問一下 先問一下 那你是 上次換內褲是什麼時候 換這個 這個是 有味道的 是 有味道的 有一點海鮮的味道 好像味道 好像到公共廁所的味道 這個最近有換 那你不換的話 最近有換 你為什麼要坐下來 我會被檢查 你是不是會怕 我不怕 那你檢查 你把那個拉鍊打開 聞聞看 好 小三年會出來 那叫健康檢查好不好 是 那叫小三年 所以你有換嗎 有換 你平均多久換一次 我是一般來說 要看那個材質 那 現在是這樣不是嗎 因為 不做的 不做的 要很快換 因為流汗怎麼樣子 就沒辦法 但有一些像那個 大家內褲都不做的 拒絕纖維等等 沒有 拒絕纖維 那時候運作那時候 不會啦 不會啦 不會啦這樣 但那個有一些 拒絕纖維等等的 那比較會排汗 那OK啦 你都穿臉 你知道 不是流汗的問題 你知道嗎 對啊 我只會在裡面 那種鬼的東西 你尿完會甩很乾淨嗎 你手會 你手會 你手尿都好不好 你那邊會沾到一點啊 比較不會 都會滿乾淨的 多多少少會啦 開朗 你的內褲會偶爾沾到尿嗎 我的字是滿妙的 滿妙的 我會 盡量不要沾到那個 還是偶爾說 對啊 所以內褲要天天換吧 不管 但對美國人有點不一樣 因為其實我們從小回看 蝙蝠俠 超人 就 都會講都是怎麼樣子 內褲都在外面 沒錯 不用怕 不用穿了 然後覺得這樣子很帥 所以小時候就是穿褲子 內褲在外面 OK了好幾天 所以美國人都是把內褲穿在外面 沒有 就長大就會覺得 內褲這個東西是OK了 穿一點也是一種男人的 我覺得這件男女生 會不會有差 像阿福你是多久換一次內褲 是不是男女生 你是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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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剛才講完那句話 應該要不接了 要問女生 所以我想先問一下阿福 你多久 因為他們兩個比較髒 我想說你派家比較乾淨 對 我覺得我聽這樣子 我是不管需不需要 我一個禮拜一定可以 好想 什麼意思 一個禮拜你可以接受嗎 我不行 我們以前要換兩次 早上就晚上 為什麼 對啊 那如果有時候三次 因為要換你的早心 比如說今天我已經 現在下午對不對 我已經換了兩次 好想要換兩次 你是很會流汗嗎 那你是 沒有啦 早上洗澡的 早上起來對 早上起來洗完澡 你穿內褲 那下午去工作 我今天穿白色的衣服 那我就再換了一次 那你為什麼 昨天晚上就穿膚色的就好了 我怎麼知道我今天穿什麼 對不對 你都不知道 然後晚上你回家 心情隨時改變 晚上你穿比較舒服的那種 你知道嗎 對 不是阿嬤的 我知道 阿嬤的 比較可愛的 有愛心啊 對不對 我就睡覺這樣 天啊 還有畫面 還想像不敢想像 而且你來趕快比的時候 花瓶了這樣 那如果有男朋友 如果有男朋友 你自己覺得往下飄一下 沒有 你覺得 你晚上全家人 婚禮來被你有帶給我的手 我現在要過來 你再換一次 太辛苦了 對 我發現 你換料布 比我家女人換 不是鳥褲 還是換尿褲 真的鳥褲 比我女人換尿褲 還要多耶 沒有 但我覺得這應該是 特殊案例吧 對 所以我想問一下 大家都是多久換一次內褲 換一次內褲 每天 每天 1到3天 12個小時可以跟安妮當好朋友 沒錯 韓國朋友 我跟妳一樣 愛妳 每天做兩次 什麼啦 兩次運動 對 運動 去健身房的時候 就做運動 對 我真的很難找到第二個 講話比妳還超大 我不就是每天做兩次 所以妳不要這樣 12個小時換一次 因為 其實我也是早上習慣就是 對 其實我家內褲很多 是 你家內褲不多 我是欺負的 最多的就是 比襪子還多的是內褲 對 那我問 你內褲會跟襪子一起洗嗎 沒有 妳有什麼襪子 錯 不行喔 為什麼錯 那怎麼寫 所以妳是 兩個禮拜 很囂張 很囂張 發沒了 襪子發沒了 內褲發沒了 太可怕了 所以妳的襪子會 所以要換之前拿起來聞一下 如果沒有臭就繼續穿 對 而且我覺得每個人都會 而且誰說不會 就是騙人 不會 每個人都喜歡自己 問自己的座位 等一下 剛剛大山裡面也說 內褲突然聞一下 如果沒有臭會繼續穿 不是嗎 其實阿婆一個禮拜 換內褲的原因就是 因為一個禮拜 七天期間 沒有人幫她脫內褲的關係 所以一直穿 所以妳 十二個小時 所以妳每十二個小時 就有人幫妳說一次 十二個小時 十二個小時 你這樣開銷很大耶 這是我的 這是我的 剛剛我們女生 都是每天都換嘛 對不對 對啊 女生本來就每天換 妳呢 那當然啦 反應這麼大就是不是喔 可是我要說的是 我覺得女生 每天都換內衣 對 我覺得很多女生 都跟她每天換內衣 可是我之前在大學的時候 有說過一門課叫 《環境與健康》 教授那個時候有講到說 就是女生每天洗內衣 所以這個身體 傷害力比其 不行內衣還來得大 而且那個內衣 它其實那個布料什麼的 都比較厚一點 所以妳洗的時候 可能那些洗衣精 化學的東西 洗得可能不會那麼的乾淨 那這個東西 其實妳帶是貼身物品嘛 對 妳的身體傷害力 比起妳自己身上的那些 可能汗什麼的 或是皮膚角質那些 還不好 所以建議說 女生就不要每天 就可能兩三天這樣子 就那個就不要每一天 每一天 因為這樣子那個化學的東西 就在裡面就會累積 累積累積 越來越多 那女生乳癌 其實其中一個原因 就好像也是這樣子來的 上次我去做日語家 我自己帶新的內褲 因為我非常流汗 很多 對 所以我洗澡的時候 我看我的內褲非常濕 所以我不想帶 因為非常不舒服 對啊 因為很黏 而且冰冰的 所以我回家沒有穿 妳沒穿內褲 妳沒有穿內褲日家 所以妳三次可以去吃 那妳不是可以買那個 紛紛的可愛的 包皮冷靜 所以要是我們帶她家 玩完走走的 包皮冷靜 外景是嗎 如果講到內褲 你們的國家有什麼 比較 妳剛剛是說好玩的內褲 比較特別的內褲 比較特別的內褲 好玩或是酷 最近這幾年 在布蘭很紅的內褲 是手工蕾絲內褲 可是蕾絲內褲不是本來就有 對 就是本來就有 就是那種很性感的 不是布蘭的內褲就不是特別性感 他那個就是一些 阿嬤自己在一個農村裡面 在那邊編織出來的 這麼可愛 就長得像這樣 這個 這很像阿嬤的內褲 阿嬤自己編織出來 對 阿嬤穿的 阿嬤穿的 阿嬤做的不是阿嬤穿的 阿嬤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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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畫面是多出來的 奇怪 你們兩個怎麼今天特別興奮 好漂亮 他這個就是 因為那個他們的生意 就開始變得非常的大 那個很可愛耶 對 就還滿可愛的 然後有人幫那些阿嬤們 開了網路店 所以很多人就 更多人就知道哪家店 然後聽說他們 那個美國那個明星Biosher 他有訂過 一直 那另外一種 比較特別的內褲 他其實這種外觀 是看不出來 他的特別在哪裡 讓我們猜猜看 對 但是男生女生 所以 可以吸太陽能 不是 你要在上太陽嗎 接一條出來這樣子 他在上太陽 對 註塞 他這個很內褲 他可以 慾放屁位 這很棒耶 慾放 他後面有一個護墊 有什麼 在後面 所以他就會把屁包住 他應該不是靠住 他就是 濾網 他就是有一個過濾器 所以他那個 空氣清淨劑的概念 他出來的時候 就不是有味道 那聲音呢 聲音 你自己可以控制 聲音靠自己好不好 你自己控制 什麼都要靠別人 就是女生那個 因為進來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味道 但是也可以 這個很棒耶 因為有些有時候 肚子在痛的屁 你是忍不住的 對 然後他又很臭 有時候 因為肚子痛的時候 你們不能忍 因為你忍都不知道出來 是屁還是... 尷尬 對 這個很棒耶 好 那因為其實真的 髒不髒 從內褲也看出來 但你們有沒有覺得 哪一國人也會感覺 好像不太乾淨 從哪個地方看出來 然後為什麼呢 我覺得 你才不可以講 你就好好講 好 可能不是 可是台灣女生 聲音好好講 好 可能是我女朋友 她的一千二十 我不知道是我女朋友 比較髒 台灣女生都很髒 台灣女朋友 沒有 我不信 女生還要我女朋友髒 因為我們一起工作 然後這是我們的電腦 因為我們都會一起剪片 然後這是我的威脂 你看 就是很乾淨 你的比較乾淨耶 然後他們就是 你知道一堆衛生紙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出門的包包 那個化妝品啊 都會在旁邊 就做到的時候也正常了 我也覺得說 這樣子怎麼工作 怎麼可以這樣做 不然如果這個 辦工作是你的話 你的是哪一面 你的是哪一邊 我看一下 我的是 真的假的 其實我也喜歡 比較亂的那邊 科學有研究啊 就是 是比較聰明的人 對 對 我的天啊 不行 你感覺是超乾淨的 我要開始看 找六個小時後才知道 真的假的 我沒有當那麼誇張 那真的是亂的 你辦公室是兩公里遠是不是 因為我覺得 辦公桌亂就代表說 你可能隨時想到什麼 你要做什麼 對 你的東西全部放在桌上 你不會說 你這個時候要找的時候 你找不到 可是如果是我的話 我是跟西西娃一樣 對 我覺得東西從哪裡拿來 這是要從哪裡放回去 對 但是我的女朋友 不是這樣子 他喜歡把所有東西 放在旁邊 因為他就很方便 對啊 其實我老婆也是 你女朋友那裡掛的 我覺得我跟我女朋友的 那個乾淨的想法 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吃東西就是 什麼 對 我跟你說一下 可能食物掉在自己 他就 三秒可以吃 細線還沒有爬上去的 我說冰淇淋那種也可以 看來看程度 如果是米濃湯 麵條 白麵條 掉下去 整條掉在桌上 辦公桌 這裡的話它三秒 這裡的話可能兩秒 那如果剛外面馬路上 你吃餅乾不小心丟到地上 你就馬上撿起來吃掉 餅乾還可以 餅乾應該可以 但是如果是 你怎麼還在鍋子啊 沒有 因為對我來說 我覺得我爸媽給我的邏輯 就是 就是 不會那麼容易 不會那麼容易 吃到這樣東西 就會肚子 所以冰淇淋掉下去 你會... 你會把下面的... 冰淇淋的... 把那邊拋起來吃 沒有... 上面那層可以喝 我記得小時候 然後有一句話 我媽媽老公會講 她會說 就那個... 土 是上帝造的 會害你 所以說那個你... 任何東西掉在地上 它有黏刀土啊 怎麼樣這樣子 你還是要吃 它不會害你 吃吃這樣 所以我掉到你 就會記得這句話 我會說 還是要吃... 你的小孩現在也是... 是... 到外面會這樣子 那個... 北卡是怎樣 我像... 北卡跟台北市的地步一樣 對... 地步一樣 你試試... 我們在大公園那邊 等等等等 就餅乾掉了還OK啊 你知道很多人去遛狗 都在草地上面 會去判斷啊 那一定是那個... 對... 會判斷 可以去清潔一番試試 我不行 但是如果低... 如果很亂 桌子很亂的話我真的不行 因為會打到我的心 就是... 心也會很亂 很不一樣的 大概跟我不一樣糟糕 妳跟女朋友不一樣 是一個髒在外面 一個髒在裡面 對... 難怪... 對... 我是覺得 北歐人跟台灣人 台灣人... 台灣人有什麼 台灣人有什麼 你到底有什麼髒啊 我以為大家對北歐人 會覺得比較那個... 比較奇怪 因為北歐人大家會說 很環保 很乾淨 可是我們之前 我們布蘭家有當過寄宿家庭 然後就組了一個芬蘭女生 那個芬蘭女生 什麼小垃圾 都不丟垃圾桶 都直接丟馬桶 去沖水 拿雙頭髮 跟眼鏡 就不... 丟垃圾桶 那不能丟馬桶吧 我們也是覺得不能丟馬桶啊 他說可以啊 他說在那邊 每個人都是這樣子丟啊 笑垃圾不睡垃圾桶 是屬於馬桶的 然後我們... 大家都覺得很傻眼 可是... 算了... 一個人而已嘛 可是... 之前那個北歐國家 他們覺得說 波羅的海之所以污染 就是波蘭造成的 因為我們這算是空上國家 可能那些環保 沒有做得很好 所以他們... 怪我們一定就是你們 可是後來就發現說 原來是他們那個丟垃圾 對 那個... 對 污染水的程度比我們還多 所以他們現在呢 他們的政府有在教育他們 不要再這樣子做了 所以他們已經改善了 對 可是... 這還實在說 這還蠻妙的 這麼垃圾可以丟馬桶 真的耶 那台灣人呢 因為我發現說 台灣很多女生 沒有 是女生 女生 上碗廁所 洗手 如果洗手的話 就是是碰水 一秒就走人 這樣好煩喔 沾一下... 真的好煩喔 他只是覺得沾溪 就好像又有洗到 對 就是根本就是這樣 環保 根本洗不乾淨 好尷尬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可能只有三隻手指頭碰到 對 這算是我覺得那個 一秒也是洗不乾淨 而且上面都有鐵說 洗手 對 一定要洗手 順序都寫出來 然後你一半都沒有做到 就失第一個動作 也沒有做得很好 一秒 根本那個長東西 還在手指 他們連吹都沒有這樣 他們出來 然後這樣揸一援頭髮 然後他們就... 出去可能做檢驗 然後就開個門什麼的 那個手去碰 我覺得有一些他們是 這個是台灣的那個 洗手指頭 洗手指頭 但是現在你要知道 現在有很多那種 那個... 那個... 感應的 對 他到那邊 然後他還沒有感應到 所以水還沒來 但是他一直在... 然後他收收回來 然後... 所以他做動作 他根本沒在洗手 很怕 而且我也很怕有一些女生 因為我們都要拿衛生紙擦嘛 對不對 然後會在上廁所之前 我都會先洗手 洗完手就去上廁所 對... 因為我覺得... 那個手很... 對啊 對 沒有什麼朋友我知道他今天去 不是今天 剛剛是上洗手間 我知道他沒有習慣洗手 然後他回來說 你要不要吃一口 什麼的 然後給我 我說... 尤其那個... 你要抽那個衛生紙有沒有 衛生紙的那一張 對 前面那一個人 你只要有水字的 好... 是... 然後那個水到底是什麼水呢 對 好可怕 那個會有啊 對啊 台灣人有些... 會這樣... 會這樣... 韓國人啊 是... 中槍 說你... 他是... 我也是... 我也是你的味道很... 還好 好... 在日本機場 是有... 有記錄到這個畫面 這個是... 韓國航空 韓國人 要揮手腕的扳機 那... 看這個臉 這個髮型 這個秘密就是一個韓國的 歐巴 歐巴... 就是這樣... 沒有穿鞋子 赤腳踩在前面 還戴黑色口罩 沒有襪子 還有口罩 是... 就你啦 是 當然襪子... 襪子可能... 沒有襪子可以穿的狀況 對 他可能覺得好像在家的感覺 我也不知道 但... 明明這個人在咳嗽 很不舒服 戴口罩很好 但口罩是打在脖子上 對 在玩手機 腳放在... 在那個... 那個椅子上 我覺得... 這個部分是很不乾淨的 這哪一個機場拍的 為什麼 在國外 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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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隨時 日本人很不太會這樣 是這樣的 韓國人是不是很喜歡脫鞋子 最近年輕人 好像是開始 夏天的時候 但你們很喜歡脫鞋 然後盤腳在... 盤... 盤腿在椅子上 或是翹起來 像這樣 我也說實在看到這種畫面 我也覺得很生氣 因為他們那個態度 你看 大家都看到這個 不舒服 我覺得這樣是 要... 所以不是每個人 對... 這個韓國人就是希望 真的不要多學 不要學那個... 美國人的一個... 不要學韓國人 不會啦 就別人的一些壞習慣 我認識以後會 發現其實韓國人不討厭 討厭的是你 對 各國風測藏拳機 正確使用才舒適 我們還有出一個APP 就是專門找哪裡的廁所 乾淨 乾淨 然後寄新集 然後還有一點照片 馬來西亞都會用水龍頭 衝屁股 所以我覺得會導致很濕 可是那種水龍頭 水都很強 會在這邊的水是四面這樣跑 所以你可以控制那個力度 其實我們馬來西亞都會 控制 控制 那種反壓 反壓 因為每個廁所的水龍頭 壓度都不太一樣 所以你可以先查一下 好 OK 讓我了解 那種幾乎都有可能 而且有時候會強到有後座 你只是那個不一樣 想和我們分享故事嗎 想和我們分享故事嗎 WTO節目會在找你們 只要你是住在台灣的外國人 趕緊撥打破門專線 02-2650-6340 韓國人 希望真的不要多學 不要學那個美國人的一種 不會啊 就別人的那些壞習慣 我認識以後會發現 其實韓國人不討厭 討厭的是你耶 不要這樣 對 反正這個我也是有一點不舒服 對 這不對 好的 對 我覺得我們的羅斯人也有 不愛感情的啦 好 因為我十三歲的時候 我原來是一個女生 我看一下她很漂亮 但是臭臭的 頭髮油油的 臭臭的 對 非常不好看 結果跟她說 她每天都說 妳就這樣說 妳洗澡了嗎 因為 因為 真的很臭 一條一條的 對 安妮妳會怎麼說 妳洗澡了嗎 我們明天一起去SPA吧 我帶妳去SPA 可是是小時候耶 那時候是三個小時候 小時候 對 妳知道是家境比較好 一起洗澡 對 這麼說呢 小時候去SPA 那是SPA 一起洗澡 我知道 我會說 妳用什麼 妳用什麼洗髮精呢 我就說 我其實很久沒在用 那妳用我的吧 就這樣 對 對 那哪一件妳會 那麼聰明嗎 我一直都 我一時間就這麼聰明 好 那她回你什麼 她每天都說 她說我洗澡了 她看不出來 她們 我的朋友 那一件我的朋友說 她頭髮上面有柿子 太可怕了 我覺得非常可怕 所以我們每天 跟我的朋友一起回家 然後我跟她說 因為我剛剛知道 她有那個柿子 所以我覺得 我有一點 我頭髮有一點癢癢的 所以我問她 妳可不可以幫我看一看 她看的時候 她說 妳好到妳身上了 對啊 然後我想哭 因為我以前 我都沒有這個東西 然後我會怕 然後我問她 妳有沒有 我就看她的頭髮 對 所以妳們三個一起玩 對啊 因為我們去玩 所以我們 大家都有這個那個柿子 然後她媽媽幫我們賣一個東西 都要 然後洗頭的 洗頭 妳妳多久洗一次頭 我沒見到洗頭髮 蛤 那妳講一個沒有每天洗頭髮的 妳要說名字嗎 好啦 來吧 消音嘛 消音嘛 我們為了現場氣氛嘛 因為我其實跟很多化妝師都做朋友 然後她們跟我說 化妝師啦 所以她們就跟我說很多藝人來 然後我說 妳可以幫我就是 幫比較近的媽媽 因為我已經五天沒洗頭髮了 妳幫妳別人用 妳都剛不洗頭髮嗎 真的 可是她們也禮貌嗎 比較緊的媽媽也是 每天沒有洗頭的意思 因為這樣才不會看起來 油油一條一條 對 然後她說 我今天帶帽子 妳看到女生帶帽子 一定沒洗頭髮 好評 不是 對 很香喔 因為真的 你們有大概幾天沒洗頭嗎 大概我可以醉酒撐兩到三天 我也是 都很癢嗎 但是如果要去工作 我要洗頭 對 工作一定會洗頭 而且我有洗頭髮 你不覺得很舒服嗎 每天洗兩次 可是有洗完澡 然後我吹吹去睡覺 我覺得 超想睡覺的耶 我真的好懶得洗頭 男生頭的話 會有那種造型品 你不可能就這樣躺在床上 你的枕頭上面 都是那些造型品的位置 你可以戴浴帽啊 戴浴帽 對 有時候會懶得洗頭 我又怕那些髮夾弄到 我就會戴浴帽 妳操縱妳的浴帽 那個會跑掉 不會 可是一整天這樣脫髮 你在健身比如說 然後你頭髮碰到別人 你不覺得很噁心嗎 會不會會 因為有時候有人跟我講話很近 我就會說 對啊 就是很怕 妳臭 對 所以頭髮也可以看出一個人 到底乾不乾淨 目前都好像還沒有人講 不過我曾經看過一個電視節目 印度人 就是他有說 印度有一條 橫河 在那條河裡面 印度的人可能會洗澡啊 對 我去過那邊真的很可怕 真的 就是 我身邊認識印度人 其實沒有到很髒 但是聽說印度 好像是一個蠻髒的國家 就是 因為那個電視節目 曾經有播過 在橫河裡面 同時會有一個火葬場 然後他們在火燒完那個屍體之後 把那個白骨 撒進去橫河 但是同時橫河 又是一個給印度人可能洗澡 他們不是洗澡 他們那邊刷牙 對 吃喝都在橫河 對 橫河真的太有名了 然後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是因為印度的人口太多了 但是他們很多家庭是比較貧窮 所以他們沒有廁所 對 所以很多人上廁所是去 我有去採訪過那邊的水上人家 印度的喔 對 他們那邊水上人家是 很像山河院 他就三艘船圍起來 然後中間是不是就有個區域 三角形區域 他們的吃喝拉薩 都在那三角形 然後呢 狗狗也在裡面游泳 然後你會看到呢 裡面又有那個浮起來的那個 大便 還有便當殼 走過來中間 那因為他們就 你說的比較貧窮 對啊 比較貧窮 那我今天要特別講是 其實有時候我們覺得髒 但是印度人他們不一定覺得髒 我特別要講是 比如說我們在路邊看到那種 灰色的大老鼠 我們就覺得說天啊 然後趕快跑開了對不對 對啊 但是印度有一個很有名的 老鼠廟 我今天特別叫做印度的老鼠廟 這老鼠廟就是供奉的老鼠 然後他的一個故事就是說 他是一個 一個女神的後代的靈魂在上面 所以當地人就覺得 去供奉他們 總共他有 兩萬隻的老鼠 然後我有帶影片可以順便開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準備好一下喔 影片滿驚悚的 就我朋友現場拍的 我不敢 我不敢 我最怕 我這輩子最怕就是老鼠了 好餓喔 雞皮疙瘩都起來 那裡屬王的話 而且你們要脫鞋 對 裡面要求你一定要脫 因為廟都要脫鞋 他是一個廟 對 對 然後我要特別強調的是就是他 因為他是老鼠 就是他被供奉得很好 每天都會有人為他吃 比如說喝牛奶 吃很好的東西 好癢喔 我現在好癢喔 然後我還要說就是 在當地人覺得 那個老鼠如果爬過你的腳 是幸運的 所以不能去剝他 你如果不能把他弄死了 你要剝一顆大小 一模一樣的全筋的環胎 全筋的 對 所以你不能說 老鼠把它踢死掛掉 你就不知道 你要剝一個全筋 要不然他就是違法 那我想問一下 那個廟會有味道嗎 老實說 然後他是這樣 兩萬隻 然後我要說 剛剛有講說爬過他 可以就是代表運氣好嗎 對 有些人為了改運 會去睡一晚 讓那個老鼠這樣爬... 然後更厲害的是 我覺得這更厲害就是 我剛剛講他代表好運 所以有些人 然後他有一個說法是說 你把... 比如說你可以... 你會餵老鼠吃東西 就是供奉神明 比如說土司給他吃到一半 自己在那裡吃 會有鼠疫嗎 我跟你講 鼠疫就是這個... 這個廟最神奇的地方 印度發生過很多次的鼠疫 所以有的人就覺得... 神明保佑 神奇 還是他們把... 就是... 玩玩的人帶出去傳出去了 然後... 不好說... 而且他會... 他會很保護這些老鼠 他周圍還圍起來 不讓狗啊貓還去吃它 喔... 那我覺得這每個國家的文化 我們就尊重 我會遠遠的看不來的 我那時候在日本 也遇到一樣的文化衝擊 就是... 我那時候在那邊當交換學生 然後我們認識很多不同國家的人 其中有一個是阿拉伯人 據說他是某個石油大亨的兒子之類 然後他就邀請我們到他公寓去吃飯 我想說石油大亨的兒子 那公寓一定要... 不得了 進去OK 然後邀請去吃飯 我跟一群日本朋友 還有什麼馬來西亞一些同學 一起開門進去 歡迎我的朋友 然後他... 然後把所有的飯灑在那邊 叫他... 灑在塑膠袋上 就灑在地上 他用手吃 他用手吃 沒有盤子 沒有盤子 就全部這樣一塊布放在那邊 然後大家用手這樣弄起來 而且沒有任何餐具 吃他那個手抓飯 然後每個人用手這樣抓一點 然後放在那邊 很好吃耶 好吃好吃好吃 甚至遞給你說要不要吃這個 都同一塊 同一塊同一袋這樣子 很好吃 然後我們當時真的也不敢 就吃個二十分鐘 我們就不好意思 我有事先走了這樣子 然後就先離開 但是好像是他們的文化 對 他們不一樣 好像用左手吃嘛對不對 對 就是不能用那個 上廁所的手吃 對... 真的耶 然後講到乾不乾淨 我覺得還有一個地方 可以看出那個國家乾不乾淨 這是重點 對 就是 廁所 不管是家裡做公共廁所 都是 所以你們覺得哪個國家的廁所 不乾淨呢 我們首先問一下 比較嚴格的日本人好不好 Lana 你覺得哪個 日本人 對 日本人 對 日本人 好乾淨耶 好乾淨 那沒有乾淨的國家 怎麼可能啦 你看 一般的家裡還有那個 白貨公司很乾淨 但是 那個 廁所 很髒 我不想去 還好啊 這個還好啊 我跟你講 一般人在家裡 比較舊而已 這就比較舊而已啊 我們來說髒飾 沒有去死的廁所 髒飾那種 就是已經滿出來的 其實我覺得 這個看照片感受不出來 因為我有一次也真的 因為真的太急了 然後我就一個人 去公園的廁所上廁所 而且...對... 而且廁所外圍呢 都會有一些 沒去上班 或是沒工作或是遊民 在那個廁所的周邊 然後你就要進去 他們的每個人都一直看著 就很可怕 然後進去的時候會聞到一股 很臭很臭的廟啊 你會覺得自己... 廟燒咧 對 你會覺得想說 我現在是在日本嗎 有點不敢相信 所以看照片 你會感受不出來 對不對 有一些那個暗暗的有... 對 或是燈會閃啊 或是什麼的 所以我在外面想... 想自射的時候 你都會忍住 那個... 戀愛到... 你就可以在大自然 你知道嗎 我最喜歡在我旅行的時候 我這次去Cuba 然後我們就在樓上 我們可以睡很久啊 三個小時 然後我想尿尿 然後我完全沒有地方可以尿尿 然後我叫那個C子 親起來 然後我去外面 在外面尿尿 回來就這樣 我就這麼帥啊 那你有... 那你有雨傘擋一下或什麼 沒有啊... 還是有樹蟲 沒有 我叫我朋友幫我看一下 就這樣 女朋友... 女生幫女生... 沒有人在外面尿尿嗎 我只有小時候有過 在森林啊... 在森林之處 我們沒有那麼多森林 有一次我們在... 我們在非洲出外景 然後那時候 就開很長的路嘛 車子開開開開 都沒有廁所 可是我們真的忍不住想上廁所 好 那我們停下來 大家順便休息一下 其中女來賓呢 就去上廁所 就跑到遠遠的地方 稍微遮一下遮一下 回來之後司機大哥說 我們剛剛在那邊上廁所 我們在拍空拍 空拍機啊 你們剛剛怎麼沒跟我們 空拍機在那邊拍那個畫面 想要再休息一下 是不是被捕捉 那個畫面當然沒有 那個畫面當然沒有 那個當然沒有 還是有 我覺得他後面要刪掉 他珍藏了 珍藏 好 所以MANA 你覺得是日本的廁所 那你覺得不害怕 日本平均率還是比較高 還OK啦 有很多OK的地方 對 大家準備好看一些 比較衝擊的照片 好 我覺得就算日本的廁所再怎麼髒 也沒有香港的廁所 所以你覺得是香港最髒 對 香港的廁所 特別是公共廁所 我真的很髒 給大家看一些照片就好了 這是很一般的 就是已經一般的了 那個上 好OK 接下來 滿滿的 他為什麼會在角落啊 就是一個人尿尿的嘛 拿太多了 就是 還有喔 還有還有 這樣子 對 我也想問這個問題 他是有人在裡面玩是不是 沒有 而且這個 像這種衛生紙 我會不敢用耶 這個廁所曾經是香港 有一個排行榜說 全香港到底哪幾個公共廁所 最髒 他是個冠軍的那個廁所 冠軍 冠軍廁所 他在公園 冠軍廁公園旁邊的公共廁所 因為那邊流量很大 就是人流很大 所以他就會比較髒 我們還有出一個APP 就是 專門找哪裡的廁所 乾淨 然後 還有一點照片 就是讓香港人知道 除了公廁以外 還有一些比較乾淨的廁所 但是 遊客可能不知道 所以 遊客可能會對香港廁所的印象很差 那可奇色的衣服 會不會賣特別好 就是 噴到你也看不出來 對 噴到你 所以身材廁所 因為我覺得 就是乾不乾淨這件事情 因為我曾經有跟台灣朋友 跟我說 一個國家 文明好不好 就是看廁所 因為我覺得很有道理 是因為我覺得日本啊台灣 我覺得廁所都很乾淨 就是在裡面滑手機什麼 哇 很舒服 也沒這麼很舒服 也沒這麼很舒服 還要讓我們八大的廁所 四八大廁所 對 八大很舒服 但是後來西亞人在家裡 他們的廁所就是要蹲下來的那種 在家裡 然後沒有鞋子 然後我就就我朋友的家 然後他說你出山 我說怎麼山呢 你幹什麼 然後你穿襪子的時候 你襪子都是黏到濕濕的 所以我還是覺得 真的是馬來西亞的還是比較脹 因為馬來西亞的廁所 我覺得像香港的一樣都會很濕 然後我有一個觀察 我覺得這時候也會濕 又來又來 又有照片了 我覺得比較保守 比較普通 你讓他保守 好可怕 你沒有東西嗎 不看這個好了 因為我覺得重點是在 因為我覺得馬來西亞都是 都會用水龍頭去 沖屁股 對 沖屁股 所以我們 所以我覺得會導致很濕 可是那種水龍頭 水都很強耶 對啊 對 不是 你只能半壓 你如果懸壓的話 真的會... 所以你們都會拿起來用 我不敢用那種水 因為我很怕前一個人 有碰到他那裡 然後你不能接受 那邊噴下去 那個水是四面這樣 所以你可以控制那個力度 其實我們蠻喜歡這個 控制 緩壓 你可以... 因為每個廁所的那個水龍頭 的壓度都不太一樣 所以你可以擦一下 好 OK 那我先 幾乎都不太一樣 而且有時候會強到有後座力 只是會... 太可憐了 太可憐了 再這樣的話 而且最恐怖的是那個 你沖水 是那個小小的按鈕 那有很多時候 一定有斑壓下去 對 但你也濕濕的 你也不像下面怎麼樣怎麼樣 對 大家都有噴震的 沒有吸收的按 他斑壓在裡面 你也想要不要把它摳出來 你也... 就很那個吧 如果你第一次覺得那個什麼 就... 對... 他也按著他洗手啊 他也會洗手 他也會洗手 馬桶裡有蛇 上公測 險勝加險 他有就覺得很危險 很危險的,你看 馬桶一打開 看到誰呢 蛇 對 馬桶裡有蛇 馬桶裡有蛇 我覺得彼此更危險 南側裡面常常遇到這種狀況 每一年都是一起 一起兩秒的時候 真的嗎 對 真的嗎 這時候我剛剛說 很多國家 那我就看到的是 那個泰國 泰國應該有去過到法拉瀉 所以泰國洗手就有兩種 第一種是 部費的跟 免費的 那我講的是免費的部分 剛剛有印象有這種的廁所嗎 有 很泰式 有這個 不乾肌 看起來就有點... 特別晚上 很泰式 根本沒有燈 根本沒有什麼燈 裡面都黑黑的 對,就是自己帶去燈 什麼之類的 就是滿可怕 但是我覺得髒 這是我覺得還好 因為泰國 什麼危險的 你看 馬桶一打開 看到誰呢 什麼... 對啊 對啊 你馬桶沒有蛇 你那是遠近蛇耶 所以... 你馬... 很遠近 你進去一打開就看到這些 所以要想 因為拍照的人也太冷靜了吧 他都已經這樣拱起來 他還在拍照 對啊 他在移植 那才是最壞的 他在拍照 有可能 他都已經這樣了 還拍照 蛇也是受不了 對,這個馬桶裡面 就受不了 好可怕 所以他會比較危險 鼻蛇更危險 南側裡面常常遇到這種狀況 就是我尿尿的時候 旁邊有一位 美女 就是一起 一起尿尿的時候 什麼東西啊 這算是地上四個 泰國的 就是... 不同的蛇 這是... 尿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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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尿尿... 尿尿尿... 尿尿尿尿... 尿尿尿尿... 然後... 他們人家都滿漂亮的 而且那個蛇 如果是你在上到一半 你再看他出來 那很可怕耶 不能搭每個地獎 太可怕了 如果誰跟公主要逆流而上 很欠 尿尿尿尿尿 其實有一個很厲害的很高級 全世界最高級的廁所 什麼 在摩斯克 你上一次要付一百五十块 你知道吗 那边都什么都金色的 好像一个公主是吗 真的那我想去体验一次 城堡公主的城堡 漂亮 那真的 很高级 你想过吗 我想过 我想过去我这边帮我拍照片 我不想想再说 我就在那边 拍照 你只是一百五十块的 真的 好乱哦 很值得去 很值得去 那Ana呢你觉得呢 哪里的厕所最佳 我是觉得 在中国很多厕所 它那个门没有办法卷关 对 对 然后有些厕所门可以关 可是它只有 五到一半 所以你蹲下去 可以看到隔壁的头可以聊天 那我是一个会认把头的人 而且我对厕所的标准是还蛮高的 所以我去那边 我真的我可以一整天不上厕所 就算是鸟脊 就算是想要拉肚子 我真的可以忍到晚上 回到住的地方 因为真的我无法 我无法就可能就算是进去 蹲下去我没有办法 那你为什么不包 你好扑呢 这样就是也不好 你会认厕所 那你会 你就是要很干净的那种 还是要认你比较熟悉的厕所 再好是我熟悉的 然后如果不熟悉的话 也要够干净 像八大这个就很干净 这个很干净 八大还不错 很干净 我比较印象深刻就是 我也是去冬季的时候 去中国 因为中国很多景点是大山大水 所以我那时候就去山上 然后是比较 就是比较偏远一点山上 然后我一去了就是 它是一个客栈 就是像民宿这样 然后都很好 就是装备都好 但是我经到厕所发现 有 我就很生气 说你怎么没有 帮我把它处理掉 他就说 因为我们山上太山上 然后冬季的时候 然后没有那样的设施 让结管可以解冻 所以那个输水车 一个礼拜会上来一次 不好意思 今天刚好第二天 我还要看它五天 你知道吗 我想说天哪 所以在你的房间里面 对啊 但是他就说没有办法 那味道有 其实还好 因为很冷 但是你看到就会不舒服 你可以趴盖白布 会不会是你盖起来 像猫沙一样那样 而且他们厕所 是跟浴室一起的 所以我每天洗澡 就是你知道 看到别人 这印象真的超深刻 我现在想到多位 全人的印记 对啊 全人的落地牵 真的 好 所以大家觉得 台湾的厕所干净吗 有人差有人中间 中间 全居多 日本人也觉得好 那你们觉得我们的干净吗 很干净 因为在台湾有很多 大嫂的人 很多 所以特别是那个 在捷运站的厕所很漂亮 因为在 在捷运站不能喝东西吃东西 所以没有那个那些 有的没有的日式 所以我喜欢在台湾的捷运站 我们捷运站很干净 对 很干净 不错 公园也很干净 对 公园很多也蛮干净的 好 那阿福呢 我是去中间 现在我生活很无聊 因为女儿不在台湾 很近的 不是 我在外面上厕所的机会 可能就是捷运 高铁 一些Pub跟热炒店 就差不多了 那这样前面两个 被管理的 就是像街运跟高铁的 正是超级棒 就是100分 但是热炒店更怕 尤其是热炒店 接地戏… 你早一点奶是还OK 但是要日晚 比如说你8点到 然后你回到12点1点 你可以看到那个厕所的 从还OK变到 扭一点张 对 旁边的那个垃圾桶 刚开始是空的 然后到时候变 对 对 对 好 来 这你门都不能开 好 抱不开 马路向灾难现场 爱干净 反备笑 我跟他们讲 我吃东西的时候 我这个垃圾都放在我的包包 他们笑我 他们说 你好像阿嬷 等一下 这是俄罗斯的路边吗 这是路边 对 太脏了吧 对 然后这个 前往有飓风是不是 方式的面 你是住在台湾的外国人吗 只要你敢说 敢秀 敢爆料 诚挚邀请你加入WTO简秉会 该一起拨打报名专线 02 2650 6340 那除了厕所之外呢 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看出那个国家干不干净 账不张呢 我觉得 对 就是用过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日币 日币 好干净 而且这是店家找给我的 真的 而且它没有什么折痕耶 没有折痕 没有物资 好像用韵斗他们的 看起来是新的 对没错 很干净 真的会拿起来会舍不得用那种 所以我觉得日本的 就是看日本的 就是看钞票就知道 那个国家干不干净 但是在 看看台湾的 哇 好像被用软软的 这是 这是普通就是 被蹂躏过 都会拿到的大概就是这种 就有很多物资 然后感觉是 软软 就像你会把它划掉 而且有时候还会被写字在上面 对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现在还好 就是我二十年前来台湾的时候 那个钱真的是 超级重 就是大家可以看那个对比 其实就看得出来 这个也是很错 我很记得我小时候还有五十块的时候 对对 蓝色 那五十块都最烂你知道吗 因为很重 因为每次阿姨都是找五十块的 还有钱 钱版的一百块 绿色的那个 对对对 但是 而且绿色 就是超级绿色 就是超级绿色 就是每天都会用 每个人都会用 所以就看得到那个国家的人的习惯 好不好 对 路上有没有垃圾可以铺 路上吗 对 路上 因为很多人说俄罗斯非常长 等一下 这是俄罗斯路边吗 这是路边 太脏了吧 对 然后这个 这是公园 这是公园 这个是路边 前一碗有飓风是不是 方式的面 打仗 好像打仗是 真的 你看连垃圾桶旁边的垃圾 因为我的朋友吃东西 吃完的东西都这个东西丢掉了 你就随便丢 然后我跟他们讲 我吃东西的时候 我这个垃圾都放在我的包包 对啊 然后回家就可以 回家就可以 那时候他们笑我 他们说 你好像阿姨 为什么你要这样子 然后我们又一个好好笑的 到底俄罗斯还有什么怪事 让自己人都觉得好笑呢 然后我们又一个好好笑的房子楼下 有人学亲爱的房哥不要垃圾丢下来 那个是写在外面的地上 对 外面的地上 亲爱的房客 请不要把垃圾往窗户 往外丢 对 那人会找到人怎么办 因为有的人他们就 比如说喝啤酒 他们很开心 就这样 就这样子 那天很可怕 这有点恐怖 那不然你有看到 其他地方也是 有这样的标语吗 我今天比较深刻也是中国 那我要讲可能是三四线的 就是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大众运输 广播可能说 我们紧握扶手 站稳踏结 但我听到那边听到贝尔都说 身为一个良好的国民 我们不吐痰 我们不丢垃圾 就是会 就是会讲这种 这种为什么要特别强调 然后 对 然后你也看到说 公车商就是还有放垃圾桶 就是我就想说 公车商为什么要放垃圾桶 就可以从这方面可以感觉出来说 可能这地方的 还在教育这个部分的感觉 所以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干净 我的感觉 真的 我觉得像每个地方干不干净 真的就代表那一个国家的人民 到底干不干净 所以大家做好本分 内裤答应我 不要太常说话好吗 这边很合适吗 好不好 还有褂子跟内裤 请分开洗 真的 OK 谢谢你们今天分享 谢谢 谢谢 感谢又提了 各位下次见 拜拜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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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帮我们安川 还有订阅 拜托 拜托 再这 拜托 陪志